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如果是小富恆大的人 應該挑選什麼樣子的褲子和裙子才可以隱形小富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就可以繼續看出囉! 可能有些人會想說 你哪有資格去跟我講小富的問題 我想跟你們說 我也是一個小富婆 我很容易脹氣 所以我有時候吃比如說甜食啦 澱粉啦 或者是豆腐啊 就吃太多的話 就下腹部會整個炸出來 很像就是難民一樣 就四肢很細,可是肚子超炸 所以呢 就是隱形小富這個部分呢 我才就是這麼有心得 可以來跟你們分享這件事 那今天的話我全部都有重點整理 所以等一下你就仔細聽 然後看影片就對了 怎麼樣子的材質是小富婆絕對不能選的呢? 第一個 軟貼的材質 你們有看過那種美式的女生在穿棉褲的時候 她的臀型會特別明顯 所以也表示說 前面很凸的時候 她也會特別明顯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就是非常彈性的布料 那她那個彈性是沒有支撐力的 所以你只要肚子一凸出來 就是凸出來了 那還有一種呢 是 呃 視覺上會膨脹的布料 比如說太空棉 它會讓你看起來很壯 然後還有那種歐根紗 它雖然有透視感 可是呢 它還是會有膨脹 而且它會亮亮的 所以第三種要跟你們講的就是 亮亮的材質 只要那種反光會特別明顯的 有那種亮暗差異的那種 那種你穿的也是會很恐怖 那什麼樣子的版型呢 是小婦婆不能選的呢 第一個 高腰 極高腰喔 就是我們穿的那個高腰啊 是腰部最細的地方 就是褲頭在這裡的 這種小婦婆絕對不能穿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我們在穿褲子或裙子的時候 它可能前面在褲襠的地方 是沒有做任何的打折設計 或者是任何的花紋 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平面兩塊布塞在一起的 這種也會超嫌效服 那另外一種呢 是立體的花紋 也就是擺折裙 有一種擺折裙呢 它是W形狀這樣 這種擺折裙是立體的 齁 也是一穿立刻腹部凸出來 那還有一個擺折裙 它是平面的擺折 利用打折的方式 讓它看起來是一片一片的那種擺折裙 這個小婦婆還可以嘗試 但是W的那個真的不能選 那還有一種就是你的那個打折 有沒有 開口開錯邊 這個也 那小婦婆適合穿什麼樣子的材質 以及版型呢 第一個呢 一定是挺的布料 就是 挺不代表它一定是厚的 像是西裝褲或者是西裝襯衫 它常常就是一個很薄的布料 可是它很挺 就是可以看得出 俐落的線條感 就像我們用眼線液化眼線的那種效果 另外一個呢 就是不反光的布料 很多布料都不反光啦 你只要用眼睛看過去它不會反光 不會像斷面啊 絲絨有反光的那種就可以 那當然你要更修飾的話 當然就是選深色的啦 它既不反光 然後它又深色 可以把那個光全部吸進去 等於是它看不到亮點 所以你正面看絕對不會看出 就是肚子有凸一顆的感覺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中腰 我剛才不是說高腰穿絕對顯胖嗎 那中腰的腰在哪裡呢 就是你肚臍旁邊啦 跟你的肚臍起高的那個都算中腰 因為當你的高腰呢 是這麼凹 但是你的肚子卻這麼凸的時候 就會有很明顯的高低落差 可是中腰跟肚子凸的距離 高低落差可能就只有這樣 所以我才會叫你們選中腰 或者是呢 那個褲頭 它是有做一些綁帶啊 花紋啊 刷色啊 的那種設計 它可以用花花草草啊 或者是一些圖案去擾亂我們的視覺 讓腹部的凸點和凹點呢 不會看起來的那麼明顯 如果有一些綁帶的設計也是不錯的 讓腰帶吹下來 它就會有一個視覺延伸的效果 然後就是把視覺往下帶嘛 所以看起來那個腹部的凸凹啊 就不會看起來很明顯了 所以現在就示範給你們看 看什麼樣子的褲子和裙子呢 就是比較不會顯小腹 第一件褲子呢 它融合了好幾個幾乎是全部的 就是優點 第一個它是深色的 第二個它的材質非常的硬挺 第三個呢它是中腰設計 第四個它的打折是 就是是對的開口的方向 然後第五個它的布料不會反光 所以你看從正面看根本看不到小腹 那側面看呢可以看到肚子有一點小小的凸起 可是呢也不會覺得 欸肚子特別的往前凸 就是因為它是中腰嘛 所以高低落差並不會很大 下一件要示範的是牛仔褲 你可以看到這一件牛仔褲呢 它在腹部有一些刷色的設計 而且是不規則的形狀 就是沒有看到一個明確的方向 所以呢它的那個視覺整個就是擾亂了 就是腹部的凸起 你看正面看不出凸起來 然後側面的話 因為牛仔褲這件它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它等於是束腹的效果 直接把它腹部縮起來 啊根本就凸不出去 那我前面兩件都是講褲子 可是我想穿裙子啊 你能不能給我一件裙子 可以現在就剩一件裙子出來 那這件裙子呢你可以看到它是直筒裙 它不是包臀裙喔 因為包臀裙在那個臀部的地方 包含腹部的地方會整個包很緊 可是這一件呢它是直筒的 所以它在腹部的地方呢 還是屬於一個有移動空間的狀態 就不會特別的包覆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不會讓腹部看起來很崩很凸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褲頭 有沒有看到它是做一個不對稱的設計 所以像這樣子不對稱的設計也可以 就是擾亂視覺效果 就會讓肚子看起來不那麼明顯 再來它在腰部有一個綁帶的小抽屎 欸不是抽屎 綁帶的小細繩 所以我們在綁的時候 就有一個小東西垂墜在我們的腹部旁邊 就跟你說它這樣子會擾亂視覺效果 也會延長 也會延伸我們的視覺 就不會特別去注意腹部凸起來 好那另外呢還有一個版型要特別的注意 就是打折的開口 它是開口朝內的 就是朝那個拉臉的位置 像這樣子的打折呢 只要小腹一凸出來 那個折就很容易被撐開 就會很明顯的小腹變得更大的感覺 那反之呢另外一邊 它的開口呢是朝外的 朝口袋方向的 那這樣子的打折就不會被小腹撐開 那如果這一件褲子或是裙子 它的那個材質是很硬挺的 更好 因為它就有修飾小腹的效果了 好那跟你們說 你們看到我肚子有一些奇怪的形狀 那是因為 嗯我有放一件衣服在我的腹部上面 那我現在講這件事不是為了炫耀 是因為就是我最近啊 重新開始做運動 就是做臀橋 還有做間歇性的有氧運動 然後做了之後發現 欸我整個腰部的水腫情況 就是降低很多不太會水腫 而且啊像我本來很容易脹氣的 也變得沒那麼容易脹氣 所以我現在推薦小富婆們 就是如果你是很容易脹氣水腫的那種人 拜託你們去做一點小小的運動 提升一下你的那個身體的血液循環 真的有差啊 然後因為就是最近肚子不太凸 所以我就放一件衣服啦塞進去 要模擬那個小腹的樣子啦 不然就是沒有那個效果 ok 如果你有做運動做了覺得有感覺的話 也要回來跟我回報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like 那新朋友可以去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而我朋友的話去追蹤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啦 我需要按照片 我來翻託一下 我可以幫你拍照 我如果有個午餐 我會拍照 我會拍照